看一下目前戶外的溫度真的非常的炎熱 尤其您看到的是南臺灣 像是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現在溫度來到了32到33度 大台北一帶雖然雲多多 但是還是悶熱的 你看台北已經來到了34度 至於整個東半部地區 大概是31到32度左右 領島地區的像是馬祖還有澎湖地區 也都來到了29到32度左右 剛查了一下資料 就在此時此刻高雄內門最高溫來到37.8度 台南北寮也來到了37.4度 花蓮的復原地區尤其是花東縱谷地區 現在也飆到了37度以上 溫度真的是越來越高 週休假期大家要去放假度假 天氣如何呢 好 告訴大家 這個週休假期目前看起來 依舊是有炎熱的趨勢 但是但是 由於吹的是東南風的影響 因此中南部會有一些午後雷陣雨 而且雨勢不排除比較大 那麼從山區會一路擴展到平地 禮拜天這一天呢 是晴時多音的好天氣 不過一樣也是 山區會有午後雷陣雨 但是跟禮拜六比起來差滿多的 來看一下氣象關鍵字跟您這提醒囉 今天基本上還是滿熱的 來看看戶外氣象的關鍵字來看看 戶外都一定要防曬啊 因為整個西半部或者是南高平一帶紫外線都是過量到危險等級 一直說危險危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危險等級就是說 如果你在戶外曝曬15到20分鐘沒擦防曬的話 你的皮膚就會刺傷了 紅腫啊 而且呢可能也會有脫皮的現象 另外如果要到戶外活動的話 請大家多多補充水分了 因為天氣放得炎熱 而且外頭呢 可能那紫外線爆表狀況之下 如果沒有多喝水補充水分 很容易就會中暑的 還有海邊活動千萬小心 雖然呢 馬娃颱風逐漸遠離了 但是沿海的風浪依舊是還蠻強的 來看一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無高溫來到33度 是晴時多雲的天氣 苗栗台中召喚南投根雨林 高溫34度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高溫35度 但是呢 河谷近山區有機會來到 36甚至37度 宜蘭華蓮跟台東高溫33度 那麼也是會有一些午後震雨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 高溫來到33度 到達33度 大王 超激散的山峰